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章节啊 咱们要讲解的支持点呢 就是变量了 那接下来老师在这一章节呢 为同学们特意定制了三个目标 就是首先我们要了解变量的作用 其次怎么去定义变量 那么再次变量 老师提前说啊 是存储数据的 那它支持哪些数据类型 需要我们去了解认识 好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点 变量这两个字呢 说实话啊 稍微有些抽象 那我们要去理解一下 变量在我们的编程语言当中 在我们的python当中 作用是什么 好那老师啊 先不说它具体的作用 老师啊 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同学们 我们是不是 好多同学会有看书的习惯 对不对 管我们看什么书呢 是不是 管我们看什么书 但是我有看书的习惯 爱看书 爱学习就是好孩子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老师问啊 假如有一天 我们去图书馆看书了 是不是非常有学习氛围啊 对吧 去图书馆看书 那图书馆你想想啊 那么多书 我怎么能快速的找到 咱们要看的书呢 爱这个时候你想想啊 我们是不是在去之前啊 心里边就有一个目标 我要看哪本书 或者我要看什么类型的书 对不对 爱那么这个时候啊 咱们快速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自己 想要看的这本书的名字 报给图书管理员 爱说我想看那本书 然后这个时候图书管理员 是不是在他的系统里边 进行一个搜索 他搜索出来的是图书的名字吗 肯定不是 他是不是应该搜索出来的是 哎 你这本书 是不是应该是放在书架上的 是在第几排哪个书架的 哪个位置上放着这本书 然后你对应着这个书架的编号 去找这个书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个问题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找这个书呢 因为我们的书太多了 如果从那么多书里边 去找到一本书 是不是实在太难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书都是放在书架上 书架都有一个编号 只要找到书架的编号 是不是就找到了这本书了 好 那么同学们认可图书馆的 这个工作原理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原理 往我们的变量身上去套一下 那首先啊 老师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要书写的是python程序 那程序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处理数据用的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啊 我们要书写程序啊 其实就是大量的去操作数据而已 处理数据而已 那么接下来老师要跟同学们讲一个事实 我们的数据在哪存呢 怎么讲啊 能存储内容的地方有哪啊 是不是就是内存储和外存储 外存储无非就是硬盘啊 U盘 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硬盘U盘啊 读写速度会稍微慢一些 当然它所谓的慢 是针对于谁说慢呢 内存储 那么在我们的计算机当中啊 内存储器就是内存条 说到内存条是不是好多同学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啊 我们程序要快速的处理数据 但是为了让我们处理数据的这个速度更快呢 那我们一般啊 都是把要处理这个数据啊 临时存储在内存当中 临时存储在内存当中 但是你想啊 内存是不是我们有什么8个G的 16个G的是不是很大 那我要存储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就相当于在图书馆里边去找一本书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快速的找到这个数据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般都这样做 同学们看啊 老师这里画了一个简易版的这个内存图 其实内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多同学看过 是不是就是一个长方形条 里边是不是就是各个各个区域 每个区域是不是存储不同的数据 那假设啊 老师这里有一堆数据 是不是就存储到内存里边了 但是这些数据 我怎么能快速的把它找到呢 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区域存储的数据是不是10 好 那我为了能快速的找到这个数据啊 我就把这个区域起一个名字 叫number1 那这样的话 只要我的程序找到了number1 是不是就找到了这个内存地址 这块内存区域 那找到了这个内存区域了 是不是就找到对应的这个数据了 那你看啊 同学们往我们图书馆身上去套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书架 书架里边放了一本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书架起了一个编号 我们只要找到了编号 是不是就找到当前这个书架位置 是不是就找到对应的这本书了呀 对不对 所以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说到这之后 同学们能不能自己总结出来 变量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实同学们想一下啊 变量的作用就是存储数据的时候 把当前数据所在的这个内存地址 起一个名字 而所谓的变量 其实就是这个名字而已 那找到了名字 是不是就找到了这块内存 找到了这块内存 是不是就找到了这块内存当中所存储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找到了数据 后期是不是就能处理这个数据了呀 对不对 哎 这就是我们变量它的一个作用 其实就是内存地址的一个名字 为了方便找到快速找到数据而移啊 好了 那么现在啊 这就是我们变量大致的一个作用 那所以由此可见啊 在我们书写程序的时候 那但凡遇到数据 是不是肯定都要存一个变量 才能后期快速的查找以及使用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变量这个知识点同学们 我们要打一个信号 代表是重点啊 那好 简单了解了变量的作用 那么咱们把这个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啊